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特别好看又好吃的豆沙饼 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Let's go 首先盆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3克的酵母 20克的白糖 打入一颗鸡蛋 用120毫升的温牛奶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加入15克的黄油 揉成团 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 盖盖发酵至两倍大 因为这个面团咱们加了黄油 所以说越柔越光 越柔越软 面已经饧发好了 取出 多搓揉一会儿 排干净烘气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成9个大小均匀的剂子 切成9个大小均匀的剂子 拿过一个面剂 由外向里搓揉一下 整理成圆形 这样就可以了 拿出一个面团 其余的用保鲜膜盖上 防干 按压一下 直接擀成圆饼状 擀成大概厚2毫米的薄饼状 把擀好的饼皮 放在一张油纸上 抹上一层豆沙 涂抹均匀以后 再盖上一张饼 如果这个豆沙不好涂匀 可以直接在锅里蒸一下 这样就容易涂匀了 把这个饼的边缘整理一下 让它完全重合 然后再涂抹一层豆沙 然后再涂抹一层豆沙 上面再干上一层饼 整理一下 在饼的中心点扣个圆 让它定个点 然后上下左右各切一刀 然后上下左右各切一刀 四个半的中间再切一刀 再分别在中间切开 然后再给它翻转 按压 翻转 再给它按压 扁 把每片叶片分别翻转 再给它按压扁 整理成菊花的形状 盖上保鲜膜 醒发15分钟 电饼饼 提前预热 不用刷油 连同油纸一起放入豆沙饼 盖上盖子 烙至4分钟 时间到 给它翻一个面 盖盖再烙4分钟 时间到 烙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全程大概需要8-9分钟 看一下 豆沙面就做好了 不但好看 还特别的好吃 我最喜欢吃豆沙 点快尝一下 嗯 好吃 外边是酥酥脆脆的 里边香甜可口 浓浓的豆沙香 喜欢的朋友们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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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